这两天河北天气变化频繁 高温控场 雷雨客串 大风时不时还得刷刷存在感 河北新闻联播报道 6月1日起河北将进入汛期 汛期来临 预示着高温 大风 暴雨 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也将频频刷脸 那遭遇以上强对流天气该怎么办 这份避险指南请收好 遭遇短时强降雨怎么办 首先注意不要在桥下 低派地 河道停留 防止洪涝灾害 其次注意行车安全 遇到路面积水叫声应尽量绕行 当车辆在低派处熄火时 不要在车上停留 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 遭遇雷电怎么办 在电闪雷鸣之时 应及时关闭门窗 并立即关掉家中电气电源 避免产生导电 雷雨时不要靠近高压便利室 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 电杆 大树 旗杆等 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 或大树下躲雨 遭遇冰雹天气怎么办 如果在室外 要赶紧用雨伞 跨包等物品保护头部 即使躲避到建筑物 或兼顾的遮挡物下面 防止被砸伤 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 可在冰雹来临前 将车辆驶入地下车库 或带顶棚的停车位 遭遇大风天气怎么办 走路骑车时 尽量不走高层楼之间的狭长通道 因为风力在通道中会加大 从而给行人带来一定的危险 小心高空坠雾 大风有可能会吹倒不牢固的搭建物 广告牌等 危害人们生命财产安全 尽量少骑自行车 侧风向骑行可能被大风刮倒 造成身体损伤 强队流天气来得及 变化快 破坏力加大 因此 除了以上这些基本的防御方法外 还应关注每日天气预警 防御天气变化 连判